谢谢大家,谢谢,谢谢,我也很想念各位网友,曾经我们一起奋斗的日子,是吧,我们无论什么时候,我们都要坚定坚强,千万知道任何时候就像我曾经说过的一句话,任何国家,任何时代,任何时候都有不正常的现象,他都有这种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,但要相信我们的党和国家, 你包括微博,我们都要深深的感谢他,没有微博,哪有四十,将近五十天的发言,哪有这个中国演出协会现在的这种状态,他们这种不能随意再出发,不能随意再表达那种强势的态度, 起码受害者也有了基础的,基本的一个法律救济途径,但是我真的希望大家一定要感谢微博,感谢包括我们的网络管理部门,要知道他们的难处,也要懂得解决问题的途径,它需要时间,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, 大家千万不要有情绪,我们一直保持对党和国家的信任,一直保持对正义的追求,那么我们的未来,包括任何人的痛苦都能解决, 我这是微博上第一个,第一个,偶尔进到这个群里的第一个群,好吧,平时大家可以交流, 线下的工作一切都好,一切都好,请大家放心,我们今年的影视项目很重,各方面的支持力量都很强大,请大家放心,谢谢。